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来自加速省人民医院的肝胆中心二病区的何超 今天参与了燕士子采集工作 中午开始在牧府山社区工作 现在是一轮工作结束 一轮工作差不多三个小时 今天是大暑 本来天气就挺热的 因为采集的话一般需要在一些空旷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在他们操场这边 虽然打了盆子还是挺热的 然后另外在窗上防护斧 然后就感觉那个汗一直都在衣服里面 慢慢地在那里滑 现在衣服就是从里到外都是潮的 一直都在出汗 根本就不需要上厕所 我们现在收到了是一个茶百道的一个奶茶 它有一个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奶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好 还有这个呢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可能要通向 所以我们现在先喝点奶茶 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输出也有收获吧 也能服务到大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 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英雄吧 谢谢大家